好像还是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所以目前看起来有15位 大概一半的同学有加进来 意思就是说你们有看这个啦 上面都会有登录 不过因为你们都没有登录账号 所以看到都是匿名 OK那如果说 可能你也不习惯 那如果说你们有登录的话 这边有一个即时通讯 那比如说你可能上课 这一部分有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在线上 敲我或者是发问问题 这边也都可以云端的 那这边的话刚刚的步骤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在查看程式嘛 并且加上注解 那问题你写的东西放哪里呢 你要能够找得到 不然的话未来 写完之后的东西 不知道放哪里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刚刚写完之后的 这两个东西 它可以work 可是它为什么可以 去帮你把事情全部做出来呢 其实也是 那个Excel自动帮你产生VBA的程式 那它的放的位置 其实是放在一样是聚集 你如果要找的话 可以从这边进来 那你会发现在哪边呢 它可以执行 也可以编辑 甚至可以删除 如果你这个录错了 你要重来 你可以删 其实不用删了 你就重录 名称一样盖过去 他会问你说是否取代 那你就取代掉就好了 那如果说呢 你最后想要知道它放哪里的话 其实你除了说呢 可以从编辑里面找得到它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地方 就visual basic也可以 只是说从这边找会比较简单 从这边找怕你找不到而已 不过慢慢你也许熟悉 你大概就会习惯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它写什么 你按编辑 它会一样跳出一个visual basic出来 告诉你说你程式写在这里 它写在哪里呢 跳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四窗 有没有 等于是说呢 它这个visual basic是 另外独立出一个四窗 那我的习惯是 可以把那个visual basic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其实为什么要缩小 因为你可以一边看程式 一边去看你到底 你跟这个程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你可以从这边看得到 那你可以发现呢 它帮我写的位置 特别注意哦 它一定是会在 这个底里面 我们的专案 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就是专案名称 它会帮你写在模组里面 也就是自动帮你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那也就将来vba 我们通常会写在模组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程式呢 是这边有一个sub 它会有一个名称 后面小刮虎 and sub 那步骤都在这里 不过你会发现 这些步骤看起来好像 有点看不懂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样的 我习惯是这个上面的这一串删掉 不需要 那一般按个TAB键 假如说我希望呢 是第一个动作什么 游标放在 那个14储存格 有没有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我在 什么 输入公式啦 不过我们原来就有了 只是打了勾而已 那你会发现它们有个formula r1c1 那这个r1c1指的是相对位 r指的是列 r1c1指的是缆 column 不过这个可能看不太 不过你大概知道一下 再来就是向下填满 那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这个注解我大概打个样子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我大概输入完的结果 我把它直接 这个是我输入完的 因为我打了蛮多次的 就是在上面怎么样 加一些注解 在上方 OK 那有些同学 如果没有加注解 可能看不懂 但是加了注解之后呢 突然间好像你突然可以看懂程式 有没有 其实不是你看懂程式 你看懂注解吧 所以其实 那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啦 你以后可以慢慢去累积 也许你会越来越了解 怎么去把一个那个VBA程式写出来 那基本上 它里面可能未来我们会用到蛮多的就是Range这个物件 那这个Range物件主要是指向什么 指向某一个储存格 或者是一个范围 Range嘛 顾名是它这个范围 它是可以是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是一个范围 另外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填公式啦 不过填公式啊 聚集录下来的东西其实难以理解 后面我们会有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更简单的填入公式 比如说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可以很快的自动填到你的储存格里面 也是一键完成 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的 就大概知道一下 它的结构 那只是说因为它录下来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自己写的话 该怎么开始 所以后面的话呢 一我们先完成录制聚集 二的话呢 那请你把刚刚的那个 先再切一下 请你再把刚刚的工作 这个工作表再拖拉一个吧 那我们名称叫VBA 那待会的话 我们要自己产生这个 这个是自己写的哦 可是要怎么自己写 你可能需要学会 几个 第一个储存格 这个物件 它怎么表示 第二个怎么样把资料丢到 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那待会我们再按部就班 把这个跟各位做说明 那可能会需要做出来 结果一 一一样是按按钮 不过这个不是写 不是录的 是自己写的 二 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 我刚刚有demo过了 就是有一个是三个点三次 一个是范围刷一下 我是觉得范围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工作上很多时候 就这样刷一下 确定 向下 我刚刚好像有同学 一般都是这样向下拉 那我是怎样 点两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应该大家都会 后来发现 好像很多人都不会 这没有关系 反正学就会 所以很多地方 也许我觉得 大家都会 那我就做很快 做快也许 所以顺便学一下 只是说有些地方 如果讲太快 你可以再跟我讲一下 那请各位也许 把聚集部分 找一下 从这边编辑一下 然后并且 但如果你打字慢的话 你大概加个一二三四 至于后面的这个注解写什么 随便 写给自己看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之前有同学写上瘾 快要写一篇文章 没有关系 写给自己看的 这个有点像在 VBA里面做一点笔记 然后你要写简略也可以 你要写详细也可以 OK那就养成好习惯 因为以后 如果你的习惯是正确的 那你会发现 你VBA就比较不会写错 不会写错的话 自然就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会不喜欢写程式 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 挫折感 那种阴影 太深了 因为很多学校是直接就 一进去就教C语言 或者什么的 或者教一些很难的语言 然后开始同学就开始惧怕了 OK所以 当然你可以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态度 不过该注意的细节 还是要注意一下 包含就是说注解怎么讲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还有像什么 一些 里面的VBA的 这些相关的环境 你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开始撰写 那个VBA部分